天津人最懂得这一点 绿豆面展开一个美妙的圆形 薄云不破 鸡蛋保证营养 果变 馄饨皮油炸而成 金黄酥脆 煎饼果子 外揉内脆 咸香煎味 享受它只需要两分钟 中国早餐味道至关重要 虎兴经营十八年 秦云深知其中奥运 三十二号 四十号 四十七号 人有麻辣小面 从今天天吃小面 有点吃别想吃 好多时候早上好像不吃小面 都觉得好像我们家 一天都不舒服 老板 来碗小面 一碗香气扑鼻的小面下肚 重庆人才真正醒来 碱是活面的关键 它能使面中的古胶蛋白 结成致密的网络 锁紧淀粉颗粒 面汤不至浑浊 还能让面条在嘴里 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 长江流域各大码头都有碱水面的地盘 苏州面 味道来自于汤 清而不腻 细面是苏式面的精髓 装碗不脱水不泼汤 夏季的大肉面 焦头是一块白嫩肥美的焖肉 白糟粒粒 面汤鲜滑 武汉人把吃早饭叫过早 口味偏好咸鲜 面窝三鲜豆皮都是广受推崇的早点 而碱面做的热干面 才最代表这个城市的气质 水煮拌麻油晾干 芝麻酱必须调制的稠而不屑 这样才能均匀全面的附着在面上 要达到这个效果 需要付出足够的万力和持久的耐心